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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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家晚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欠了這張 就是 版黑箱的課綱連署 那請還沒有欠了 各位同胞 那就是請大家可以找到 附近有哪天書版的同學簽一下嗎 然後 其實我要更正一下 我剛剛接受電視媒體採訪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為了講出 聊一些得體的話 而講說不管部長 下不下台他都要負起責任 那我這邊想講說 吳士華部長他確實 應該要下台那麼長的時間 那麼久了 一直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 沒有正面的回復 那我想他不下台 他如果繼續還在他那個指揮上 他應該還是沒辦法解決那個問題 我想這可能是 台灣社會一個同病吧 只追求表面追求公民力度 而不認錯 不道歉 不去 嘗試著改變這個社會 找出真相 然後呢 不知道大家可以再提一下 手邊的任何事 然後 坐下可以嗎 大家可以坐下嗎 因為我想坐下 跟大家講一點話 我想坐下 因為我覺得 在這裡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叫做劉甲凱 我是南投人 然後 本來我今天應該在台北的 可是 想在這個晚上之後 我決定 我應該還是要留在這裡 我關心在地的 議題 我是南投人 我也總不忍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跟大家在這裡 因為我是 就是 屬於這塊土地的 一份之 然後 嗯 我想要 可不可以把燈 關掉 就是所有的燈都關掉 可以嗎 不知道 就要求了 有辦法嗎 啊不行嗎 這樣我就沒辦法躺下了 對 我叫劉甲凱 然後 其實這不重要 大家聽過就可以忘記了 我跟大家都一樣 是個台灣人 我不是 不是站在這裡 不是因為我是中學生 不是因為我是台中一中學生 因為我是 台灣的一份子 所以我站在這裡 呃 我希望 我的另外一個名字 會是台灣 對 然後 我希望大家可以 閉上眼睛 跟我 就是 想一些事情嗎 因為 我覺得 我們很像都太在乎說 這個社會想要什麼 然後 太少去注意說 我們自己想要什麼 剛剛前面講了那麼多 不想跟大家講說 就是 嗯 如果說 每個人都沒有找到自己 真正想要什麼 沒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那社會 是不會進步的 所以說 所以我剛才希望之後 可以把燈關掉 對 希望說大家閉起眼睛 想想一些事情 嗯 那 嗯 我想說 嗯 該講什麼呢 其實我剛才上台以前 就是 心裡是在顫抖的 但是不是因為緊張 是因為我剛才聽了那麼多人的 的 發言之後 我想到昨天 早上 我在睡覺 然後我接到我們學校主任教官的電話 他問我說 你知道有人 身亡了嗎 我說我不知道我沒有接到這個消息 然後後來起床之後打開電腦才發現這件事 一開始其實我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只是有點茫然 然後直到下午 看到了之前的 那一群組的對話紀錄 那我才真正的 意識到 原來我們真的是 同一群人 雖然說我跟他 不算太熟 不太熟 因為我跟 我不要在台中這邊 做這個app做的事 而很少去跟北部的人接觸 那其實後來我的心情是 很混亂的 我就是有點怡目這樣子 然後到剛剛 就是 溫中漢講了說 螢光華是革命者 是因為我的心思非常劇烈的在戰鬥 我在想 本來 這件事 本來我可能 今天在台北 本來這個時候 我應該要好好的 讀學冊 我應該為了我自己的未來 去努力 那大家是不是也能想想說 本來的自己 現在應該在哪裡 我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拒絕這樣的教育體制 我想拒絕這樣的考試制度 我想拒絕這個虛偽的社會 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說 能不能有一天我看到大家一起罷課 大家一起罷考 大家不要考學測 雖然說 我覺得這個不一定 這是非常難的啊 因為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考量 那希望大家也不要去譴責 或者是罵這群人 妙戰出來的人 嗯 對 我 因為我實在 沒辦法接受 就是 這樣的自己啊 就是 我在坐在這裡 我反對這些荒謬的教育制度 我認為台灣的社會 以及教育 是需要全面心的去改革的 就像剛剛講的 一個人的死亡 他不是代表死亡 是代表整個社會的革命 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之後 可以 發聲 像大家現在看著我 讓我在那邊講話 這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想聽聽你們大家的聲音 你們大家回去之後 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因為 我們都不是英雄 但是我們會與英雄 並肩作戰 這是廖同仁主帝跟我講過的話 那他們現在人在台北 我也不清楚他們台北 到底現在狀況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現在到底幾點了 有時候我只想要 躺下來 或者是 怎樣 有時候我覺得 呃 我已經很累了 但是 我還不能 還不能停止 我想我還可以 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明天的太陽 我希望這個夜晚 大家的心情可以一直持續 持續 持續到永遠 好像這個夜晚不會結束一樣 這樣的夜晚很像是 比較美好的 大家保有一點希望 我不希望說 我明天醒來 是個大陰天 就算烏斯瓦下台了 這社會一樣沒有改變 因為我不是想要這樣的社會 我不想要這樣的教育制度 這教育制度只教我們好事 只教我們成功 又沒有教我們找到自己 這是什麼樣荒謬的社會 什麼樣的教育體制 教育體制變成是一種 工廠的生產線 生產的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我相信大家坐在這邊都認為自己是個人 對 這樣的生產出來呢 大家只想要把每個人變成一樣的 而不是讓每個人在教育的過程中 找到真正的是我 我崇尚北歐的教育體系 對 雖然說也是大部分是 沒有親身體力過 然後聽別人轉述 或是自己找資料的 他們的教育很像是 比較注重一個人的人格發展 一個人的發展 在教育之後 能夠讓一個人成為真正的人 就是像資本主義之下 教育的工廠化 變成一個一個的產品 然後跟著社會炫耀著說 我們生產了多良好的產品 但是別忘了 有多少的人 被定義為失敗的產品 我們應該去傾聽這些人的聲音 台灣的社會他也強調什麼是資格 資格是什麼 我們站在這裡講話 需要有一定的資格 所以有人抨擊說 林冠華他是個高職神 他也二十歲了 他是進修部的學生 他修學 這什麼樣奇怪的社會 這什麼樣奇怪的社會 然後你關心一個人 關心這塊土地 需要什麼資格嗎 需要的是 但是你必須成為一個 你相信你自己 然後希望自己 是一個完整的自己 我認為就算 8月1號 課剛一樣上路 台灣還是需要很 台灣不可以 就因為這樣子而 絕望或者是 我指的是我們這些學生 對 但是這個我有可能是 我們 有可能是 大家 有可能是台灣 我希望我們可以為了 未來而共同努力 即使課剛上路之後 也能馬上 找出一個出路 持續的去 改變這個社會 對 社會是需要 需要非常 全面性的 檢討的 我認為 這樣的教育體制 讓我覺得很懼怕 然後很抗拒 我並不想 回到我的書多田 前讀的那些 就是 莫名其妙的 教科書 這樣的教育 讓我覺得 教育不是快樂的 不是知識的增長 而是一種 一種 也像我前面講的 是一種資格 是一種 一而再再而三的測驗 它測試著你說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是不是我們的良品 是不是我們最優良的產品 是否這樣 違背我自己的原則啊 我出來反對課綱 我出來去質問這個教育體器 但是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不能像大部分人一樣 回到書桌前 回到書桌前 讀著 那些不思所云的東西 那樣不是教育啊 教育應該是 普遍的存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中的 兩個人的聊天是一種教育 一群人在做討論 讀書會 那一種教育 所以說我才會認為說 課綱這件事不是只有高中生的問題而已 不是 不是少數學生應該要出來去面對的事情 而是我們這個社會 似乎有些 病態的 當我們不自足的去講出一些聲音 大家不回去 講些話 用點實際的行動去 改變這個社會的時候 那就再也沒有人會出來講話了 所以我希望 有一天 有一天我一覺醒來 能看見說 台灣能夠變得 越來越好 教育能夠 能夠不再是 特定人士 享有的工具 教育應該福吉 好那 我覺得 我一直很崇尚 1960年代的 西皮運動 以及愛之下 Summer of Love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夏天 是不是充滿了愛 我不知道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充滿了愛 但是我希望 如果 這樣不公義的事情 沒有結束 我希望明年的夏天 我還希望能夠看到各位 跟我們在一起 一起為台灣的社會努力 然後我最後 想說 國民黨 幹你娘 哈哈哈哈 其實這是 煙火器的無力者哀歌 最後一句 熱死 那我想再來講 晚安台灣 我愛 我愛你們